評價裡面 利益損失我都可以承認呢 你總是要常常問 為什麼還要這樣做規定呢 因為你能夠知道 未來你在做很多交易的判斷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你該怎麼做 我不要直接告訴你說 你就要這樣做 就要那樣做 我會告訴你為什麼 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想 你要知道它的邏輯 你才能夠判斷 很多東西呢 我現在告訴你的東西 我希望以後你能夠活用 或是說誒 課本上面面講這麼多 他只告訴我體驗部門要評價 評價的損失利益都可以承認 為什麼他損失利益都可以承認 你不知道 然後判到別的地方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為什麼他可 他可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為什麼 所以當你發生很多的不同的情況的時候 你才能夠判斷你該怎麼處理 為什麼在庭業單位之下的 為什麼在庭業單位之下的 未實現的評價利益可以承認 什麼時候只記得他要有學生的 就可以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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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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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來 都跑掉了 那 喔 咦 香奇梅來了 為什麼停列單位的評價呢? 為什麼他可以承認會實現的評價利益? 為什麼固定資產裡面,我的評價利益不能承認? 我的評價,如果我的可回收金額高於照例價值的時候 我不能承認?為什麼不能承認? 為什麼這個時候我又可以承認? 周圍的原因嗎? 周圍的原因嗎? 好,看同學的教學意見調查,一定會講 好,因為呢,這個上課有沒有啟發性? 沒有,有個新聞給你講 好,有啟發,我會引發你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我一個人製作這個話啦 好,所以我很努力 好,到時候我會慢慢的 因為大家那個教學意見 我都有在看 然後我也都是想我怎麼去調整 然後大家覺得 是對大家的學習上面都有幫助的 可是我每次要看教學意見之前 都要調整好我的心情 我心這樣夠強的時候 我再來看才不會突然心上提示一下 好,因為有時候 那因為有些人會反應的 會讓我覺得比較有一點沮喪 因為我想每一個老師其實都非常盡心 盡力在為他的課程努力 所以但是同學的意見 老師一定會很認真的去審視 然後也想怎樣去調整 讓大家的學習效果是最好 所以我只是跟他來講到說 之前每次看到教學意見的時候 旁邊就說這整個課沒有讓我有什麼 沒有讓我有什麼引發我去思考 我好像是告訴你 我就要這樣子,你就要那樣子 因為通常我都講完 所以我看我就說 好,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可以去講答案了 那你一聽完之後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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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好,那我自己 那如果我要一直問大家問題 你們不是一個問題 好,那我現在界定往生課呢 那我教這個會計的技巧 好,之外 其實我更重要 而且想幫大家有會計的指使 因為有這樣的根基 未來你在做很多的這個交易的判斷 你才有更多的一個依據來做判斷 好,所以,好,就聯合上班的 沒關係 為什麼 就問你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好,明者你可以想一下 你可以想一下為什麼 好,你可以想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停業單位的 未實現的評價利益 我可以承認 但是不是停業單位 大部分的資產未評價的利益 是不能承認的 損失是一定可以 一定要承認的 根據我們的審慎性原則 或者叫穩堅原則 加有利益 加有利益 有損失 加有估計的資產 都要承認 但是利益就不利益 那為什麼 停業單位的評價利益 我可以承認 為什麼 運何一點 是不是因為就是 那會計的角色就是繼續經營 但是這個停業就是不停止 好,繼續經營是指整個財務報表裡面的 所以財務報表裡面的 尤其是資產負債表裡面的科目 它的金額我們就是整個繼續營業去報導 所以我們不是這個房子 如果我現在跳樓大開賣賣多少錢 所以它不是用停業 也不叫停業就是 清算的價格來表達 主要我覺得 繼續營業單位 繼續營業假設 主要是針對資產負債表 它的表達方式 主要是針對 尤其是像固定資產的部分 我是以站在什麼 會繼續經營 所以我不會用清算價格去表達 好 可是你們能夠想這個也很棒 有沒有 心情 有沒有想到 你不要給各區家圍想說 我都聽不懂 有漢堡的心 好 可以一下 聽眾 聽眾 好 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是停業單位我即將要儲分掉了 我可能在一年或者是一年多一點點 意思是什麼 我在短期之內就會把它儲分掉 所以它發生的評價利益 是很有可能會真正實現的利益 為什麼我的固定資產 我的可回 就這個高的賬金價值我不承認 因為什麼 因為固定資產我沒有要賣嘛 我沒有要賣這個賺 我會去賺嗎 不會 不會實現 我就不會去承認 那是因為停業單位 我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會把它賣掉了 所以它的利益是不是會實現 會實現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所以我的評價利益是可以承認的 這樣聽懂嗎 好 所以 為什麼 什麼情況之下資產高於 資產的公允價值高於賬金價值 我可以承認 什麼情況之下不可以承認 就在於你的實踐的時間長遠 這個觀念很重要喔 因為未來我們的有價證券 甚至我們待會往下講的也會有 好 我的有價證券很快要賣掉的 期末如果照面價值低於這個公允價值 我可以承認 會實現利益 因為我很快要賣掉 這個利益是可能實現的 很可能會實現的 如果這個呢 我沒有很快要賣掉 這個利益不會很快實現 我就不能承認 好 所以待會兒我們會往下看的時候 也會再講到這一個概念出來 好 所以呢 這個評價損益 好 損益喔 我不是寫評價損失而已喔 所以這些都是損益 損失利益都可以承認 前面兩個是已經真正發生 已經實現了 這個是很有實現 但是 因為預期很快就會實現 所以他損失利益都可以承認 好 那我們的報導方式 分成這三個 那 有些書上呢 有沒有想說 好喔 寫這麼長 有些書上我們說 這兩個合在一起 評價與儲分損益 當然也是稅後 好 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把這兩個合起來 變成評價與儲分損益的一個金額來報導也可以 好 但是 你要分開寫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好 這樣看得懂嗎 就是說 有些書上面呢 我有書上會寫說 你可以寫評價 評價 評價與儲分損益 然後再來是 另外一個報導呢 是評價與儲分損益 那你把它寫成三個 那也可以 好 所以這個是停業單位 好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 我停業單位怎麼報導 我不能像前面一樣 它的消貨金額減掉 消貨成本 然後再得到消貨毛利 再減掉一頁費用 得到一頁金額 沒有這麼麻煩 你就把它分成這三倍 或者是把它分成這兩倍 就可以了 好 所以 最後才會得到什麼 本期順利 好 所以你要記得 最後才得到本期損益 好 當然你是本期損失就損失 本期盡力就盡力 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的損益表裡面 要揭露每股盈餘對不對 如果你有停業單位 所以這邊才得到本期損益喔 好 所以我報導的時候 算EPS的時候 我就要把它分出 我的每股盈餘 在計算上面 一個 繼續營業單位 每股盈餘 營業單位 每股盈餘 最後才得到本期損益的 每股盈餘 意思是什麼 如果我有這樣的一個 那個理解的話 我在報導我的每股盈餘的時候 我直接算拿這個金額 去除我的加權平均 流通在外補助就好了 可是我報導的時候 就要分出 繼續營業單位 每股盈餘的每股盈餘是多少 停業單位的每股盈餘是多少 最後得到本期損益的每股盈餘是多少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為什麼要這樣寫 意思是說 如果我的紫盈餘裡頭到這裡為止 我到最後 我要做 每股盈餘的接路 繼續營業單位 然後才是整期 那才是整期 好 假設我的損失 我是提損單位的 整個份量是損失的 好 最後 好 隨便 我不知道最後的 我有可能美股營業市場的美股損失啊 美股是損失 是負的也可能 所以當我在報道的時候 我必須 美股營業的時候 我必須要分出去 訓業單位 提損單位的美股營業 然後就要得到本期所謂的美股營業 啊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呢? 這個理由我們也講過了 所以它不是很多為什麼 很多的為什麼 別人都只有一個 所以我現在問的為什麼 也不是現在才產生的答案 是之前就已經有的 不一直能這樣寫 紅紅 非常 不思心的 我已經 一定是剛剛講過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雅珍 就是因為我要做未來的財務預測啊 我在做財務預測 我可以拿一大堆的東西來算來預測 我也可以很簡單 我想不要很快做預測 今年要賺多少錢 所以假設沒有太大的其他的原因發生的話 那今年應該 明年應該還是可以賺多少錢 就這樣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當然目的就是 因為我要做財務預測的時候 我當時強調 我要根據繼續營業單位 因為繼續營業單位是什麼 明年還會再發生啊 所以很簡單 為什麼要這樣寫 因為我要做什麼 未來的預測啊 方便我很清楚抓到我的數值 去做未來的預測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要偏單戰式的損益表 單戰式損益表 我只知道最後知道我賺多少錢 或我明年是誰是去賺這麼多錢 我不知道呢 因為裡面我不知道哪些是經常性會發生的 哪些是不常會發生的 如果偏單戰式損益表 只有這個缺點 我只知道今年賺多少 可是我沒有辦法從今年賺多少去預估 未來會賺多少 所以我為什麼要偏多戰式的損益表 那我的美股營業的揭露也是一樣啊 因為我說損益 我的報表 請你記得報表 不是很單純 只是把資料匯總出來在我的報表裡面 就這樣工作回數 錯了 我一直在講 你要當一個有價值的員工 你就是要從報表出來之後你去解讀它 因為報表我說了喔 會計系統都可以做的事情了 現在會計系統是 你只要把交易記錄丟進去其他東西 它都一塊一塊一塊好了 什麼分類帳啊 水利表啊 資產負債表啊 信訊給表 你只要系統設定好了 它這個資料輸進去 基本上就幫你討論 它本根本不要你邊 好 所以我說了 你要當一個有價值的 或者是呢 你能夠對方是真正有貢獻的員工 是從 你能夠從報表裡頭 做出什麼東西 這才是 這是機器沒有辦法幫你做的 電腦沒辦法幫你做的 電腦可以可能根據你的設定值 挑出異常的 可是為什麼它是異常 這異常是什麼原因產生的 你怎麼去解決它 就不是電腦可以告訴你的 這就是人的價值 要不然你說以後都是電腦就好了 好 所以想到這裡為止 都是 為什麼 一直在強調 像我講今天講的幾個觀念 其實都一再重複 一再重複 然後告訴你說 這個報表 重點是在你怎麼解決它 好 DMG是一個 當然你要解決之前 你要知道這個報表怎麼來的 所以你說那我們都既然機器都可以做 我們為什麼之前要學那麼多塊錢 你不知道 不知所以然怎麼去解決它呢 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知道它後面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你還是要知道 你還是要去做這個很基本功 那你做了這個基本功之後 你後面可能會去看讀這個報表的過程 怎麼產生的 然後未來會講是什麼影響 所以一定是要這樣的一個過程來的 好 休息五分鐘好了 有人 有人已經撐不住了 好 現在三十零分鐘 好 新年一半休息五分鐘好了 謝謝